讨识词 2020年 携手宣誓就职 由昌培时代 2024新国会 能不能继续仍是未知数 但传出 来引两名立委可能跑票 朱主席击下量票令 确保韩江沛 成功出现 所以当初韩市长找我 蛮大的共识 就是说 是不管输或赢 国民党都必须让人家看得起 也不要连投这个票 都投的2266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韩江亲自登门 拉拢无党籍 高金素媒22号发文 三人相谈盛欢 国会愿景未来可期 陈昌明也表态支持 韩江沛 第一轮蓝绿白 看似各投各的 将以52席加两席五党 51席8席 没人过半进入第二轮 绿营力拼翻转人数落实 严看在野户咬绿营 寻求合作可能 立法院长选举第二轮 多一票就是赢 国民党加上五党籍五十四席 民进党五十一席 除了蓝维跑票 投错票可能 民众党八席 游一票将是蓝绿 决省关键 蓝营分析 民众党的投票意向 黄申申为蓝白盒撕破脸 黄国昌曾猛攻韩国瑜岳父杀十场 陈昭姿出身贬系 独派色彩 投蓝有难度 但吴春成 张锡凯 以及曾任清明党议员的林国成 将是蓝营 沟通对象 民众党在做一两席 跟国民党是完全是水火不容的 这个完全可以确定 另外六席 陈昭是觉得不可能去投国民党的 心里过不去 另外五个 说叫他来支持这个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为何 2月1号立愿龙头选举 充满变数 蓝绿瞄准第二轮定胜负 三转你感觉温文轩 台报道